第九十集 大爷爷听了后点点头说 是啊 黄树狼子净真的很可怕 黄树狼子这种生灵 阴险 狡诈 心意儿小 好大喜功 有仇必报 所以是万万得罪不起 我给你们说说 我当年惹黄树狼子的事情 你们就知道厉害了 你们知道 你二爷爷的脖子 为什么是外的吗 这些年呢 我都没有说过 其实 你二爷爷的脖子 是因为 惹了黄树狼子净 才变成那样的 大爷爷一说 二爷爷歪脖 这个大家伙都清楚得很 我那个二爷爷 外号叫歪脖二爷 整天的脖子歪向一边 背着粪鸡子割草喂驴 我从小就是见到他家的大叫驴 才崇拜上高大的驴子的 二爷爷的脖子朝一边歪得很厉害 几乎是斜在肩膀上的 可人多的时候特别的别扭 另外一边脖子上 有一道疤痕 是一道很明显的刀把 脖子后面深 前面浅 差点就到了动脉血管 问二爷爷怎么弄的 他只是笑笑说 得罪了黄树狼 是黄树狼子惊骇的 这时大爷爷继续说 这件事还得从解放前说起 你们也知道 我们家早年家境殷史 因为这个我和老二才读了私塾 成了咱们庄上有文化的人 后来因为臭大烟 买了房子买了地 爷爷奶奶起得相继去世 葬了爷爷奶奶之后啊 家境变得赤平如洗 只能搬到寒窑里住 搬到寒窑之后啊 西大烟的那个叔叔也死了 他死之后啊 撞上的人都说他是坑人鬼 我们家上辈子欠他的债 等债还完了 他也就死了 反正啊 家里一落千丈 过上了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 我和老二饭都吃不上 四叔自然读不起了 有一年脑斋荒 天气大旱 何苗都汗死了 本来只望的麦子颗粒无收 家中无粮我们只能吃野菜为生 可是偏偏这个时候 我爹和我娘相继生病 眼看日子就要过不下去了 都说穷在街头无人分 富在深山有远亲 我和我兄弟到处去求亲戚 借钱 借粮食 可是亲戚们都像比温神一样 躲避我们兄弟俩呀 这天我爹拿出一块东西 我们一看呢 是一块挂在烟袋上的玉佩 那块已经被熏得发了黑 对了 你们看看 就是我烟袋上的这一块玉佩 我们赶紧看去 只见大爷爷的烟袋杆上 确实挂着一件玉佩做装饰 这个我要说一下 我们小时候 老头的标准装备就是烟袋 烟袋上除了挂装烟丝的布袋 还要挂一些小装饰 玉石自然就成了首选 像普通的小玉佩 玉班子 玉石猴傻的都有 由于整日的把玩和烟熏火燎 会变得乌黑发亮 十分的润滑 虽然不是什么和田美玉 但大都是老头们的心爱之物 大爷爷的那个玉佩上啊 雕刻着精美的花纹 不过由于熏得太久了 也是看不清上面雕刻着什么东西 大爷爷拿着那熏黑的玉佩说呀 当时我爹拿出这块玉佩 我以为我爹要我到城里的当铺当了 可是我爹说呀 咱们家呀 过不下去了 你领着你弟弟拿着这块玉佩 到山里的老树沟 哪个庄子 找一个叫周大虎的人 他是山里的猎户 你们找他借点粮食 让咱们度过荒年 我当时就说 爹 这是咱家的亲戚啊 当时我爹摇摇头说不是 我说 爹 既然不是亲戚 您就省省吧 您看看咱家的那些亲戚 我都上门借钱借粮 他们都像打发要饭的一样打发我 那个人连亲戚都不是 人家凭啥借给我们钱两 我爹说 这个周大虎当年我救过他的命 有一次他上山打猎 被冒猴子锁伤 在路上奄奄一息 我带着管家去城里要账 正好路过那里救了他 等他好了之后 说要做牛做马地报答我 我当时说 自己牛马成群 家里金银够用 不用他报答 临走的时候 他把这一块玉佩给我 并且对我说 只要我用得着他周大虎 不用亲自去 随便找个人 把玉佩拿回去给他看 他定然帮忙 我当时收了玉佩啊 只是笑笑 心想 我家里那么有钱 根本用不着他帮忙 谁知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胆息或福 咱们家 会这么快就败得一塌糊涂 我真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 我这才拿出玉佩 让你们拿着玉佩呀 找你们的这个周大叔 借钱两 我死不足惜呀 可是你们的娘 也是跟我而去 留下你们两个 我于心 不忍啊 我本来不想去的 这些日子 低三下四的 瘦尽冷眼 怕这次去老树沟 也遭白眼 可看看躺在床上的爹 看看病痒痒的娘 于是 咬咬牙 接过玉佩 让我娘给我们 煮了野菜团子 我们带着 好在路上吃 老树沟 离我们这里 有三十里的山路 我们得早早地走 才能到那里 临走的时候 我娘千叮宁万嘱咐 让我们哥俩啊 路上小心 特别嘱咐老二 路上不能惹事 这也难怪我娘嘱咐了二 老二当年确实调皮惹事 就这样 我领着老二 趁着早 就朝老树沟走去 那时候路非常的难走 不是因为山路难行 而是因为路上 有很多恶嫖冤魂 只要闻见恶臭味 过去看看 十有八九 就是饿死在路边的人尸 那些人尸要是完整的 还能看得过去 可大多都是被山狼野狗 死得七零八三 野狗就是家里的狗变 你们不知道那些野狗 有多凶 当年啊 普通的家狗 吃了人之后 眼睛就会发红 嘴里流着口水 盯着过路人看 只要过路的人 体力不支 倒在地上 野狗就会一拥而上 把还没死的人 死得粉碎 那些恶嫖冤魂 死了之后 阴魂不散 会经常游荡在路上 如果遇到体弱之人 就会把人不知不觉地 引上死路 所以当时别墅晚上 就是大白天 摊上个下午阴天的 看见在路边拉拐的鬼 都是极为正常的 所以走僻静的路 白天见人一死鬼 晚上见鬼 多是人 反正解放前 那些黑大哥 黄大仙 吊死鬼 蛇精术怪 吃美亡两的 太多太多了 解放后 不准动物成精后 才慢慢地少了起来 为了应付这些 我专门拿了一根桃木棍 留着在路上防身 一可以当武器打野狗之类的 二是因为桃木辟邪 我们用桃木棍挑着饭团子 就朝老树沟那里行进 第九十一集 我爹说得清楚 顺着路往北走 翻过几座山就到了 路上真不知道了 可以打听 那个年头路上鬼比人多 要是想找个打听的人 还真不容易 一路上恶臭阵阵 把我熏得吐了好几次 我只是拉着老二往前走 不准老二胡乱看 我们往山里越走越远 在路过山湾的时候 老二说要方便 接着就钻进了草丛 我停下来 拿着桃木棍在那里等老二 等了一会儿 老二还不出来 这时看见了几乎一人高的荒草乱动 我当时心里一惊啊 心想不会有什么东西 趁老二疯便的时候 在草丛里袭击老二 那时候山里冒猴子可多呀 想到这里 我赶紧地站起来 拿着桃木棍 大声地喊着老二的名字 可是草丛里 这时已经没有了动静 也没有老二的回答 我这时心里更加的没有底 于是我直接朝着草丛里边跑过去 就在我快要到跟前的时候 忽然草又乱动起来 这时从草丛里 慢慢悠悠地 冒出一个白色的圆东西 我一看那个圆东西 当时吓得浑身冒凉寒 圆东西 竟然是一个人脑袋 我听到这里啊 就笑着说 嘿嘿 大爷爷 您的胆子看来也不大 那圆脑袋不用想 肯定是我二爷爷的脑袋呀 大爷爷说 你这个小黄黄 听辣管 不要随便插嘴 要是你二爷爷的脑袋 我就不害怕了 那不是活人的脑袋 而是死人的脑袋 那死人脑袋上 还站着带着头发的头皮 眼珠子已经烂掉了 眼上大多数地方啊 已经没有了皮肉 那个脑袋死死地盯着我 在那里张着嘴 窃着牙笑 我弟娘啊 我当时真是吓得魂飞魄散 大家听到大爷爷 讲到人窟窝 气氛 一下子 诡异了起来 一个个的不说话 伸着耳朵 等着大爷爷继续讲 大爷爷这个人 什么都好 就是一个不好 那就是 买罐子 这个买罐子啊 是老头们的通病 可能是听说书的 听多了 知道什么时候 停下来能勾住人的心悬 让人的心里啊 不上不下 跟猫抓一样 这时的老头 一般会不紧不慢地 吸带烟 歇上一些 然后 再继续讲 当初老乌头 也有这样的毛病 大爷爷吸烟 我盯着他烟袋上的玉佩看 玉佩不大 是那种镂空的雕塑 看不清是什么 我这时在看看我的避水 虽然是车渠的 但看上去 白中透蓝 上面的避水兽 非常的逼真 比大爷爷的精致多了 这避水 真是宝贝 戴在身上 总是若有若无的 一股清凉 爹娘说这是宝贝 不能轻易地给别人看 我在那里 偷偷地看自己的避水 其他的人 正听到紧张出 大爷爷这一听 可都受不了了 都叫大爷爷赶紧地讲 乡下老头脾气倔 你越是让他讲 他越是不紧不慢 大爷爷 巴唧巴唧地抽完一袋烟 然后在石头上 磕磕烟带灰 然后才再次讲起来 大爷爷说 那草丛里啊 无缘无故地 剁了一个人脑袋 看样子 已经死了很久了 在草的下面 没有了身子 只有一颗脑袋 孤零零的 在草丛中露出来 我心里明白 这肯定是遇到鬼了 当时下的头发都竖起来了 身子往后退了好几步 大叫着老二的名字 这时 老二忽然从不远处的草丛里 站了起来 提着裤子说 哥 哥 你叫啥呀 我拉个屎都拉不安 我当时吓得不轻啊 就赶紧地对老二说 老二 老二 快过来 赶紧的过来 我叫老二的声音很急 老二看我着急的样子呀 就提着裤子过来说 哥 你说啥急呀 我指着草丛说 老二 你 你看看 看看草丛里 是护雷了一个人头 老二看着那人脑袋 先是被吓了一跳 然后看了一会儿 就直接往前走 我拉住老二说 老二 你便过去 那 那人脑袋呀 无缘无辜地冒出来 肯定是鬼 老二笑着说 嗨 哥 你真是糊涂 这大上午的 哪会有什么鬼呀 咱们这一路 又不是没有见过死人 荒年景 死人比活人都多啊 觉得那脑袋不对劲 过去看看就知道了呀 说完就往前走 我怕兄弟自己过去出事 也赶紧地跟过去 到跟前一看 我的心才算落了地 不是什么鬼魂作祟 而是那颗人脑袋 不知被谁 放在了一棵 断了的小树上挑着 老远一看呢 就像是草丛里冒出来 老二看清楚之后 笑话了我好半天 这一场虚惊过去了 我压住心中的害怕 用树枝把人脑袋挑下来 放在地上 这人死了呀 最怕尸首分离 宝尸荒野 谁也不想这样 先生教我们的时候 让我们做君子 君子就得有成人之美 更要基因德 我想把脑袋和尸体合起来 让尸体完整 可是周围根本就没有 无头的尸体 这时 老二催促我赶快走 我只好朝那个脑袋 叨过了几句 然后用石头 窃了一个小石塔 把那骷髅 放进去垒上 在上面撒了一些土 算是葬了 没有暴露在荒野 现在想想解放钱呢 那可是真苦 一旦遇上荒野 人命简如草芥 饿瓢遍野 活着难 死亦难 我们处理完那个腐烂的窟窿之后 继续往前走 走着走着 就到了山中的密林深处 那里除了一条山路之外 两边都是灌木和草丛 在草丛里长出一些野花 鸟兽在树林里嘀叫 一副山野风光 这是我和老二来的雅兴 两个人一边走 一边被当年学的诗文 竟然感觉自己有文人莫刻的风范 走着走着呀 忽然草丛里有一个怪异的声音说道 刮鲁的课呀 你们等等 刮鲁的课呀 你们等等 那声音非常的尖细 三分像是人 七分像是兽 反正那个声音怪异得很 听着老瘆人了 我们赶紧回头看 只见后面除了树就是草 别的什么都没有 我们两个互相看了一眼 然后我拉着老二就走 刚走了几步 忽然那个声音又叫 我路的课呀 你们等等 我有事找你吗 我们赶紧地朝周围看了一遍 还是什么都没有 这下真遇到邪乎事了 周围什么都没有 偏偏听到有人在叫我们 这时我忽然想起 这肯定是山里的 胡黄白柳灰在作怪 不管是什么东西 在山中有了日月 懂得了修行 吸收日月光滑 使白草之路就会成精 最常见的就是狐狸 黄鼠狼 刺猬 蛇和老鼠 其中狐狸 其中狐狸黄鼠狼和蛇的故事最多 那时候先生讲啊 说书的讲 老人更是讲 山里东西多作怪 凡人不理便过之 说的呀 就是山里的生灵 一旦有了道行 就会作怪 捉弄人 这时候人只要装作没有听见 埋着头继续往前走 就能过去 于是我拉着老二 不理那树丛中 叫我们停下的东西 一个劲地往前走 山里越来越难走了 树木也越来越密 山中的树木遮住了阳光 让山路变得黑漆漆的 虽然是正午 可走起来像是傍晚